大家好我是Zeev Hondar近年在跨界车市场上不断推出新作品 像是前阵子刚刚发表的NT11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子 而作为Hondar跨界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XADV在去年改款之后 今年Hondar又再度替XADV的跨界速可达家族增添一名新的成员 它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ADV350 有关ADV350的相关传言其实从几年前就开始不断流出 谣言当时就盛传Hondar将会使用Forsa300的平台来改造 果不其然ADV350本次就是使用已经改款的Forsa350作为基础 衍生变化而来的全新跨界荒派样 在外观设计上ADV350使用和XADV极为相似的车头造型设计 宽大壮硕的车头搭配左右向上延伸的大灯组 顶端有一块高低可调的风径 握把也采用宽把设计 左右手上也标配有护弓点缀出更浓郁的越野气息 车身侧面则是透过双色烤漆的跳色处理 让整台车更有adventure的感受 同样的手法也能在车身中段和后段部位看到 Hondar表示这样的设计能带给ADV350类似于XADV以及CIF家族的越野感受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跳色搭配有点像是SUV车款上常看到的防刮材质 视觉上给人一种随时准备出门冒险的感受 坐垫和车尾部分相较于车头整体的冒险感就略微收敛一些 还是不难看出ADV350跟Forza350两款车之间的共购关系 不过对于喜欢特立独行的骑士来说 ADV350极具辨识的车头绝对能满足这类骑士相与众不同的心理 硬体规格上ADV350使用跟Forza350相同的330cc ESP Plus SOHC的水冷弹缸引擎 拥有28.8HP的最大马力在7500转时爆发 最大的扭力为31.5牛顿米在5250转时爆发 前悬吊使用37芯的倒立式前叉搭配后双枪挂平避震器 前后悬吊的行程分别为125mm和130mm 前刹车采用Nissing的双活塞卡钳配256mm单叠 后刹车使用单活塞卡钳配240mm单叠 轮胎尺寸采用前15吋后14吋的配置 原厂也替ADV350配上大胎快的轮胎 ADV350的座高为795mm 车辆施重为186公斤 电控方面ADV350具备两段可调的HSTC循机控制系统 以及双通道ABS以及ESS紧急闪灯系统 另外也同样采用Keylist的免钥匙 仪表方面使用LCD液晶萤幕 但拥有手机连线和HSVCS的语音控制功能 ADV350在空间机能的表现上也相当不错 车辆前方有手套箱 手套箱内还配有USB-C的充电插座 车厢部分ADV350的容量为48公升 Hondar表示车厢能收纳入两顶全罩帽不是问题 目前Hondar尚未公布ADV350的海外售价 不过从ADV350与Forza 350相同的车辆架构来推测 售价应该会在Forza 350之上 ADV350在外形视觉上确实非常有Adventure冒险车款的视觉感受 但仔细观察规格表就会发现 这台车骨子里还是Forza 350 所以想要骑着ADV350去临到冒险的骑士 真的可以先打消这个念头 虽然本站过去也骑着XADV去进行过好几次的冒险之旅 但素可达本身的架构加上车重 其实都让我们在冒险旅途中吃了不少苦头 更不用提车辆架构上ADV350远比老大哥XADV来得更不越野 Hondar自己也在新闻稿中表示 ADV350比较适合骑士在城市中进行冒险 只能说如果你真的想去临到冒险 那还是买台CRF比较实际也玩得比较轻松 至于未来台湾会不会导入这款ADV350 个人觉得是有可能但机会可能不高 毕竟已经有Forza 350和XADV两款车在台湾贩售 导入ADV350进入台湾市场会让目前这辆车略显尴尬 但最后到底会不会引进呢 还是要看台湾本田的正式消息才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台湾本田的粉丝专页来集气敲碗 看能不能跟CB500X一起引进台湾吧 以上就是我们针对2022HONDA ADV350的新车介绍 请持续锁定我们SUPERMOTO8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下期再见